造成九人死亡的台中夜店大火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而其中这个一名罹难者这个林梦珍 当时他在夜店里面担任服务生 他的梦想是未来当一个平面模特 平常他常跟这个专业摄影师到户外进行拍照 在他的网络像本里面有许多他用特效修改过的照片 而其中一张做出了被火焰焚烧的效果 有人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巧合 丧生阿拉帕伯的林梦珍 网络像本中有许多个人照片 有的是美美自拍照 也有可爱的哭手照 但是这一张却让人看了吓坏了 隆隆火焰把照片烧得整张起火 虽然看起来逼真 不过这不是真的 而是林梦珍用特效做的 不只如此 像本中还有许多合成照片 像是这张林梦珍开玩笑说是活化石 但就好像被埋在土里 人让人看了 心好酸太巧合 梦想就是当model的林梦珍 还找过专业摄影师外拍 只不过现在却物是人非 这里就是林梦珍曾经外拍的地点 在这里她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 不过我们重新回到这里 看到这里的一景一物 又让人不禁想起她美丽的倩影 她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女生吗 对 就是让我点到她梦想 平面model 是为她的梦想 坚持平面model的林梦珍 不管怎么拍都美丽动人 林梦珍也喜欢玩相片合成 不管是大街上的海报女郎 还是封面杂志的model 林梦珍对自己的自信表露无遗 但当初开玩笑的火烧动画合成照 如今看起来更让人不舍 一个年轻的生命 怎么会被无情大伙夺走生命 中年新闻公寓的林书役 台中采访报道 中年年轻的猛 好